刚才说呢 其实在众多这个经典的歌曲里 和月亮有关的是不少的 那我也知道这个 适合在中秋之夜唱的歌也有很多 那这个柯琴老师之前有过合作的李健老师 就曾经在十年前登上过我们秋晚的舞台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 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欣赏李健的作品 如果您从李健的作品中 想选一首歌登上秋晚舞台 您会最心仪哪一首歌曲呢 他其实很多 他比如说春晚的那个传奇 确实很好了 你也觉得是春晚 那个也很好听 贝加尔湖畔 传奇贝加尔湖畔 那胡夏你要是从自己好朋友的这个作品里 选一首适合上秋晚的 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表达你独属于你的情感 月瓣小夜曲 看着月亮 跟月亮有关系 太感谢柯琴老师了 其实我是想让他秀几句 您这个张国楼太高兴了 那都既然说到这里了 柯琴老师参加过那么多的综艺节目 假如现在我邀请您当秋晚的音乐总监 这么严重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严重 还有什么样的歌曲 什么歌 其实好多跟月亮有关 比如说那个 学友的 月斑弯 月斑弯 夜雨上兴 满风行飘 还有那个 弯弯的月亮 哎呀 弯弯的月亮 好好听的 必须要唱的 太好 那能不能交给您这个任务呀 下次就把张学友请来上秋晚吧 给他打个电话啊